新竹县政府刚刚发表声明说 确实有要谈合作 但后来决定给民间做 然后呢不是没有 要不然的话你新竹市政府 为什么要编这个所谓的 350万的追加预算 我问你为什么吗 为什么城市行销处要转给文化处办 如果你没有要办 不是用官方的立场要办 只是民间 我问你你为什么预算要从你这边出吗 但是 但是这个要牵扯到 350万是不可能的事情 因为这个卡式 大白的千山节来几百万的嘛 不可能嘛 所以要跟外面募款 募款的人要出现两个很熟悉的名字 有可能要募款的对象叫建商 房子跟建商有关系 车子跟建商可能也有关系 然后现在我跨你我都跟建商有关系 跟建商有关系 我就想起了都庚 我就想起了钱 我就想起了你们新竹市民 为什么会选出这样的市长